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妍 今天才知道方便面上锅蒸一蒸 没想到特别香 劲道又好吃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首先跟着家里的人去准备适量的方便面 先将它放进盆里面 然后将盆里面再倒入清水 把方便面浸泡一分钟 用清水泡一泡就摞出来 直接放进蒸屉里面 盖上盖子,上车之后蒸8分钟 现在我们准备需要的配料 适量的大蒜切碎 不用切得太碎,切得小一点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小块生姜 把生姜也切碎 一折大葱切成葱花 切好以后将方便盘里备用 准备一个火腿肠 把火腿肠切成斜刀块 再切成菱形片 切好以后放进盆里备用 准备一颗小油菜 把油菜帮用刀拍碎 这样可以更好的入味 拍好以后和洗好的豆芽放在一起 一个小一点的胡萝卜 也切成菱形片 切好以后放进碗里 现在方便面也蒸好了 把方便面从锅里取出来 先放进大碗里 用筷子抖散开 锅中倒入食用油 油热之后倒入鸡蛋液 油热之后倒入鸡蛋液 把鸡蛋炒至凝固 炒好以后将把鸡蛋盛盛出来备用 晾起锅倒入食用油 放入葱姜蒜进行炒香 然后把胡萝卜下入锅中 翻炒均匀 然后放入豆芽和油菜 进行翻炒 把豆芽炒软以后 再放入方面面 现在可以进行调味 放入适量的生抽 一勺蚝油 适量的食盐 然后搅拌均匀 翻拌均匀以后 把火腿肠和鸡蛋倒入锅中 继续翻拌均匀 出锅之前淋上香油 拌匀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装入盘中美味鸡成 方便面这样做 非常地劲道好吃 比干吃更营养 比水煮更劲道 而且方便面这样做 比外面卖的炒面还要好吃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下一个视频再见 再继续翻墨 不妆 过去